美国说台湾可以加入联合国 这也不是第一次啦 去年川普在任的时候 记不记得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 就有讲过 美国正在推动台湾重返联合国这样议题 但是加入联合国要什么条件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大陆现在就是五个常任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 只要中国大陆一票反对的话 基本上台湾还是没有办法加入联合国的 这是绝对没有办法超知在美的议题 所以我们讲是说 如果美国真的有心 不管是用中华民国 不管是用中华台北 真的愿意帮助台湾来加入联合国的话 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 美国也可以先做啊 先跟中华民国建交嘛 先跟台湾建交 这是完全可以超知在美的议题嘛 但是美国没有这样做 反而去抛出一个说 台湾能够来加入联合国 说实在话 是不是年底马上 拜登跟习近平要视讯了 我们很难不去联想说 他是不是要把台湾当成是 拜登跟川普视讯的一个筹码 拜登跟习近平 对拜登跟习近平 对那另外我讲是说 其实台湾要参与联合国事务 参与任何国际事务 我觉得就国民党立场 我们绝对都双手赞成 就像我11月的时候 要代表我们国民党团 前往英国去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高峰会 我们只是国会观察团 我们还不是正式会员 我们没有办法正式开会 但是即便是国会观察团 我们要去跟苏格兰 我们要去跟英格兰的议员拜会 我们都乐意的去做 而不管是联合国 不管是CPTPP 其实我们也都乐见台湾能够参与 但是最大不同就是 也要告诉我们 我们到底是拿什么东西来交换 拿什么东西牺牲 绝对不允许或不希望是 我们中华民国任何主权 在要加入国际组织 国际社会里面被牺牲被交换 而媒体现在又故意操作是说 因为美国提出这样子 所以国共可能又不开心了 说实在话不用扣国民党帽子 还是强调中华民国能够走出去 我们都乐见 但是如果只是拿来当成是筹码 拿来当棋子 甚至只是来虚晃一招的话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建议你们国民党团 在立法院要提案 在这个立场上 要美国支持我们加入联合国 我们之前有提过 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 你再提 不管用什么名义 能够返联合都好 不管是中华民国 台湾 中华台北 只要能够进联合国 我认为 大家都赞成有什么不好的 回联合国去 我现在担心只是说 美国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一种是真心 真心拿出条件来 拿出这个立场来 开大会的时候不谈 大会结束了 大会是叫我们一些非洲小朋友 这边提 我现在最怕是说 因为他们现在习近平 跟那个拜登要见面了 他故意先把价码抬高 我要让台湾进联合国 我要让台湾这个变成 什么什么台湾办事处 先提高 然后老公一定抗议 然后说好好好 那我不提了 不提了 那你要让我这个 让我这个让 你就变成一个筹码 弄了半天 空欢喜场 就没有实质的效益 最怕这样 如果美国真的用意支持我们 当然应该支持 为什么不支持 民进党支持 国民党应该支持 当时民进党搞一个 入联公投 国民党搞反联公投 反正都是 管它是入也好 回也好 反也好 反正都是回联合国 我们下期待